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语录吉锦 21岁就认定的事情 我想就算到了81岁也还能坚持 还记得第一次知道王一博是在天天向上的舞台上 那时候只觉得 这小孩干干净净的 真好看呀 后来再次看见他 便是惊吓得难忘记了 初见已是惊艳 再见便已震撼 一开始以为王一博只是一个跳舞很好看 还会主持节目的艺人 粗略地了解过后就发现 他会得往往不止于此 多了解之后明白 这个男孩除了才艺非常多 对待生活的态度也非常正 不是每一段励志语录都成为传奇 也不是每次努力都能获得收获 可这些并不足以撼动 我们对梦想的追求王一博增这样说 感谢蓝忘记的出现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努力也收获了的王一博 业务能力是别人拿不走的资本 dancer王一博 歌手王一博 主持人王一博 演员王一博 摩托车手王一博 滑者王一博 与他相随的标签实在太多 才刚满22岁的少年就已经如此优秀 怎能不叫人震撼 世人都爱他的言 但不知 骄傲的他从来不想有任何的荣誉 只是因为颜值而来 有这么好的条件 我也不想让做一个花瓶 他一直清楚自己内心的想法 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 也为了不让旁人觉得他走得是捷径 一直以来 他都在努力地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 不管是曾经不太擅长的主持 还是没有经过科班学习的演戏 他说业务能力是别人拿不走的资本 这是仅属于自己的东西 也是永远不会过期的东西 想要不增有的美丽 就要坚持不懈地努力 王一博是一个幸运的人 他从小就已经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 并清楚地明白舞蹈对自己而言有多么重要 但这份幸运的背后却是万分他人 没有窥探到的勇气 热爱与努力放在一起是会变质的 有的人的热爱经不起努力的考验 而王一博为自己的热爱赋予了无限的努力 他与舞蹈互相成就 舞蹈为他带来了无限的光芒 与此同时 他使舞蹈成为人们口口相传的上层爱好 爱好的品级当然不应该有高低之分 可当你口中热爱千万遍 被别人真切努力得到的荣光刺痛的时候 谁都能懂得什么叫做互相成就 梦想足够帮你去击碎所有的犹豫 现在这个社会 谈梦想就像是问你今天有没有吃饭一样 太过于简单 很多人有梦想 却也只是到梦想为止 似乎他们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去应付别人的提问 但王一博不一样 他为自己的梦想而骄傲 他说梦想足够帮你去击碎所有的犹豫 这个东西对他来说 是成为更好的自己所必须的 我很庆幸在那个还很懵懂的年纪里 坚持了这份热爱 让我一路走来最终站到现在的舞台上 他非常清楚 足够热爱的东西才配得上梦想这个词 若不是他 又怎会有今天发着光的王一博 他也曾经有过简陋潦草的青春 没有繁花红毯 没有璀璨天光 有的只是重复一遍又一遍的舞蹈动作 从日出到日落 陪着他走过那积极无名时光的也只是那份藏在汗水下的梦想 喜欢的事情就要做到极致 喜欢上一件事情太容易了 但可以做到让自己喜欢的事情与自己一同发光 真的不简单 少年最早喜欢的是舞蹈 为了跳舞他付出了太多我们三言两语无法概括的东西 但幸好啊 舞蹈与他一同跨越国家 映照到我们的眼底 年少轻狂如他 所热爱的东西不只是舞蹈一种 在接触到摩托车后 他爱上了这个极限运动 少年一瞬动心就永远动心 从一人转变成一个赛车手 他把工作以外的时间全部拿去研究如何转弯 如何下坡 最后 新人小组赛第一名 混赛第二名是他给摩托车的一个交代 我从没想过要到打顶峰 就是做自己喜欢的 少年孤傲但纯粹 为自己喜欢的事情刻上极致的标签 却也从来不会忘记那件事情的本质 那是自己爱的东西 而不是获得荣誉的枪剑 已经非常优秀的王一博 面对别人的赞美从来没有迷失自己 在他眼里前方的路还很长 自己所需要学会的东西还很多 即便在舞蹈和主持上已经取得成就 他也一直不停开拓新的方向 在成为了一名优秀的赛车手之后 他再次向滑板伸出魔爪 虽然之前没有接触过 但对于自己心之所向往的事情 他似乎从来都是热情满满 滑板能够加入我的生活 是我最开心的 爱上滑板之后 他的口中不再只是大摩托了 他从来没有止步于现在的美好生活当中 而是选择不那么好走的小路 不停止冒险 跌跌撞撞找寻新的光芒 很高兴一路的陪伴 希望以后一起走得更远 对于粉丝 王一博总是不擅长 也不会刻意去讲那些漂亮的情话 但往往就是那些真诚的关心最让人感动 在机场 他会细细叮嘱不要伤着他们 在离开活动时 他会认真道别谢谢你们 下次见 我特别喜欢下次见这三个字 就好像一个约定一般 过了一段时间 我们还能再次见面 你还是这样优秀 而我也会加油奔跑 追上你的步伐 四周年时 他说四年 我好我在 你们在吗 夏天过去了 他会说感谢这个夏天你们的陪伴 一直以来 粉丝都是他在意着的人群 大家互不认识 却互相关心着 这份感情真的很美好 突然觉得我们的幸福来得太轻易了 多么不容易的人都在为了生活而努力 我经历过的孤独不开心烦恼 失落在他面前瞬间一文不值 接下来 为了更有意义的人生 加油吧 王一博一直都在感恩自己所拥有的东西 也一直都在积极的面对生活 满怀热情的面对自己心中的热爱 不论在世界的任何地方 少年都将热烈的生活 肆意的发光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